躺在医院病床上 双脚不时站抖 神志不清 还会不断喃喃自语 他就是涉嫌杀害 12岁小六男童的凶手 李靖 警方深入追查发现 当时沉湿现场 除了男童和李靖 倒在那里之外 房间里面竟然还有李靖 写给多名男童遗书 和大量和不同男童合照的照片 另外警方从监视器画面也发现 李靖将男童尸体 从九楼搬到四楼 不过九楼根本不是他家 警方怀疑还有其他凶手 涉案人不止一个 这里都是不同的人住的 人住住附近 我看都常常都会有 就是搬出去 又搬进来的比较多 就是搬来搬去搬来搬去 这边真的很复杂 80年次李靖 今年25岁 大家都叫他小宝 之前在武金行工作两三年 前阵子才离职 就是喜欢回到母校溜达 进入校园运动 找小学生聊天 和这里学童感情都不错 同学都有看过这个男的 是不是 就是小孩可能知道 但是深入的状况 其实我们也不是很了解 因为像我们 昨天也是从孩子的口中 知道说这个孩子 是跟小宝离开 就是说他出校园之后 他是有跟小宝走在一起 李靖脸书上 甚至还有这张照片 张开双手和两名男同学 勾肩搭背 看起来感情十分要好 另外李靖在这些男同心中 就像大哥哥一样 许多男同也常常去他家做客 感情十分融洽 只是小朋友眼中的大哥哥 怎么会痛下杀手 还留下多封遗书 选择亲生 不管动机是什么 都已经驻下大错 记者和孟谦 黄志昌专说新竹 采访莫董 吃垃圾 好